国家文艺奖得主 小说家郑清文作 四日辞世享受85岁 女儿郑古院今天表示 父亲告别式安排于11月25日下午 于台北市立第一定义观景信听举行 郑古院表示 父亲走得太突然 家属决定找一个亲近的场所 让朋友来跟他说说话 明天六日下午三十以后 会在明泉东路二段186号三楼的 禅亲阁会馆不置好郑清文的灵堂 但这里没有电梯 担心母亲爬楼梯太累 灵堂周四九日以后 会搬到明泉东路二段178号三楼的 佛院会馆 此处有电梯 爸爸一辈子都是作家 喜欢人家读他的作品 他表示 目前与父亲的文坛好友规划 希望能在明年九月十六日 父亲明诞那天 为他举办一场书展与座谈会 这是我们送给爸爸的最后一个生日礼物 作家郑清文心脏病促逝 享受85岁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